第1個 生物學家 形成鮮明 來看21題 21題這個題目 它說 與一些生物學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生物學家他們必須要採取一個 對於他們研究的對象 採取一個空格一的態度 而社會科學家 他們必須很矛盾的是 結合了個人的情感和學術的空格二 這個題我們在座首先看到一個方程等號叫paradoxical paradoxical這個詞出現 它應該是一個取返的 它這個取返應該指的是一個東西 它自身裡面有一個內在的矛盾 它這個內在矛盾應該指的是社會科學家 社會科學家他們幹了什麼事 他應該是把兩個東西結合了 而且這兩個東西它一定是矛盾對立的 因為它有paradoxical 你發現第一個東西叫做個人的情感參與 這個應該對應到我們的空格二 上面打一個負號 這個負號應該跟我們的paradoxical連到一起 前面說的是個人情感參與 那後面應該填的是學術上不帶有個人情感的 那前面說主觀 那後面應該填一個客觀公正的含義 看一下選項 A選項 sympathy同情不可以 這應該是帶有個人情感了 B abandon放縱 這個也不可以 四選項呢 precision叫精確精準 學術的精準 這個可以 它應該有個客觀的含義 第二呢 叫情感 這個肯定也不行了 E選項表示客觀公正detachment 這個也可以 所以第一組排選我們應該留下的應該是C和E 那現在我們要看的是我們的第一個空格了 那你看這個後面 它應該第二個方針等號應該是VRS VRS出現前後應該是取反的 後面說什麼 後面強調的是 社會科學家 他們是既主觀又客觀的 那VRS前後取反 那它前面應該強調的是 生物學家 它應該是 只有一方面特征吧 後面說它有兩方面特征 所以說前面只能填 它有一方面特征 看哪個是說它只有一方面特征 先選項caro 它的意思表上做隨意的 這個不可以 然後答案應該選擇是我們的E Decentracy 這次我們見過 它的意思表示要做客觀公正 那這個客觀公正 其實跟後面的detachment 應該形成了完美的同一重複 它強調的應該說的是 生物學家這些人呢 他們在研究科學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客觀的態度 而社會科學家呢 他們一方面是主觀的 另一方面是客觀的 那強調它倆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些人他們只有客觀 而這些人是主觀加客觀的 其他幾個字我們來看一下 A選項表示要做正直的 認真的 B呢認真的 A和B其實可以算同一詞 第二 消極的 被動的 那這個題我們答案應該就選的是 E選項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句子 整個再來看一遍 它說 與生物學家 他必須要維持一個客觀公正的 研究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社會科學家呢 他們很矛盾的是 他們結合了個人的情感 同時又結合了這種 學術上的客觀公正 好我們看二十二題 二十二題它說 天文學家和女前主義者 MM 她呢自己花了大量的活動 和大量的精力 投入到了這個女性的進步的協會之中 在1870年代的時候 她這種行為呢 就空格一了任何的一個言論 這個言論說的是 女權主義 在那個時間段是空格二的 那這個題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前面我們要提煉它的三秒版本 應該說的是 這個MM這個人呢 他應該是什麼 他應該是投入了大量的活動 和精力到女權運動吧 就是前面就說MM這個人呢 他大量投入到女權運動這個事情了 那後面說的是 在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應該指就是 1870這個時間嘛 那在1870他幹了這些事 那後面應該說 就應該什麼 他應該就證明了 女權活動 在那會應該是很興盛吧 就是他花了很多精力在女權活動 所以就證明了女權應該是很興盛的 或者說這兩空 他應該說什麼 就是他否認了女權是不興盛的 這樣也是可以的 要不然填兩個正的 要不填兩個負的 那麼看選項裡面 哪個是合適的吧 這裡面A選項 叫排除和繁榮 他排除了他的繁榮 說錯了吧 應該是證明支持了他的繁榮 所以A這個前面錯了 然後B呢叫做 反對了他的繁榮 你看這裡面 A和B其實說白了 這個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A和B你看 前兩個他都是負向的 後兩個都是繁榮 所以說你要選A就得選B 選B就得選A 所以AB都是錯的 然後C呢叫做 弥漫遙遠 這個沒什麼關係啊 第二呢叫 支持了他的 禁止休眠狀態 錯了吧 應該支持他的繁榮狀態吧 所以說這個dormant也是錯的啊 所以答案應該選的是 我們的異選項叫做 他就拒絕否認了這種 安靜的狀態 那這個可以嗎 拒絕了 否認了安靜 那應該說的是 女權應該是很興盛的 那整個這句話應該說的是 天文學家和女權主義者MM這個人呢 他呀 在1870年代 花費了大量的時間 精力 投入到了這種女性的進步協會之中 他就否認了任何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說的是 女權主義在1870年代的時候呢 是一個禁止休眠的狀態 那其實這句話應該說的是 1870年代的時候 女權主義是很興盛的吧 好 這是我們的22題 好 我們來看23題 23題這道題目裡面 它提到了一個特別常見的天文學現象 應該叫Supernova 這應該翻譯成叫超新星 這個在我們的閱讀和填空裡面 都會大量出現啊 考到它的一些相關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儘管 儘管超新星這種東西呢 它應該是在所有的天文學的現象裡面 應該是最具有空格一特徵的 但是 這些 星體之間的這種爆炸 它通常啊 是很難第二個空格的 要麼是因為 它們呀 實在是離我們太遠了 極其的遙遠 要麼是因為呢 它們呀 被一些在其中的灰塵 和一些星際之間的雲霧 變得暗淡了 那這個題的話 我們要做 其實先可以從第二空開始入手 因為第二空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結構叫 Either because or because Either are的結構吧 要不是因為 要不是因為 說明這兩個後面都是原因吧 你看這兩個原因 一個叫做離我們太遠了 第二個呢叫做 變暗淡了 那因為遠 因為暗淡 所以說它就很難去 應該是很難去發現吧 所以說應該把這個遠 和我們的暗淡 和空格連結 上面打一個正號 這個正號和我們的 because勾搭配就可以了 所以應該體現的是很難發現 很難看出來 看哪個是很難看出來 A可以吧 觀察 沒問題 B呢 發現 這個也可以 C預測 這跟預測沒什麼關係 第二呢 決定也沒關係 E呢 忽視這也不行 所以說答案第一組留下的A和B 那A和B這兩個應該都說的是 它是很難被發現的 它是很難被發現的 那所以說這句話 你看從這兒開始 一直到最後應該都說的是 超星星它應該是很難被發現的吧 那嘔揍的部分應該說的是 超星星應該是不難被發現的吧 所以說我們把這個很難去發現 對應到我們的空格1 上面打一個負號 這個負號 這個負號跟outzo 勾到一起 所以應該填的是不難發現 A呢叫遙遠 你想如果一個東西遙遠 應該就很難發現 所以A不可以 答案應該選B B表示要做明亮的 那這個可以嗎 如果一個東西很明亮 發光發的很亮 那這個應該我們是能夠看見的 所以就選B了 C表示可以預測的 D有遙遠的 E呢表示劇烈的 那這個題的話 答案應該就選B了 整個這句話說的是 就是儘管超星星這個東西呢 應該在我們所有的宇宙事件裡面 應該是最明亮的 但是這些星體之間的撞擊呢 他們卻很難被我們發現 要不然是因為 他們離我們實在是太太太遙遠了 或者說是因為 他們呢被一些在其中的一些灰塵 和星際之間的雲呢變暗淡了 那這句話其實應該說的是 超星星是很難被我們觀測到的 那這個題我們要給大家強調就是 一個是As or All的結構 要麼A 要麼B 那AB它應該有了Because 所以說對應到我們的第二個空格 然後再通過Also 取返做出我們的第一空 好 這是我們的23題 來 我們來看24題 24題這道題目 也是在星際RE的OG裡面的一個題目 這個題就是老GRE的題 它緣分不動的放到我們的星際的OG裡面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道題目 他說 主要的一些利益集團 他們通常能夠從政府干預的空格狀態中 獲益最多 是因為 他們能夠去照顧好自己 如果不管他們的話 那這個題我們在做的時候看到裡面的方針導號應該是SINS 那SINS出現前後應該是同方向的 前後應該是一致的 那SINS後面說是 他們應該指前面的主要利益集團吧 這些主要的利益集團呢 他們是能夠去照顧好自己的 如果他們沒有人干預的話 你看照顧好自己 其實跟前面的獲利 其實應該是一回事吧 那關鍵是我們的這個空格應該填啥 空格應該體現的是 Left-along的特徵 什麼叫Left-along 就是你別管它 就不用管它嘛 那不用管它應該是 沒有政府的干預吧 所以說把Left-along和我們的空格聯繫 上面打一個正號 正號和我們的SINS勾到一起 所以應該體現的是 沒有政府干預的狀態 A選項Intensification 它第一次表示要做加強 這個不行 加強的政府干預應該是管得更多了 B呢叫做授權 這個也不行啊 C呢表示極權 B和C應該是相反的啊 然後DAR呢表示即興發揮 improvisation 它的核心考法應該叫unprepared 答案應該選E elimination呢 就是eliminate 還記得我們講過一個基因的題嗎 當時那個裡面一個詞叫eliminate 它表示要做消除吧 那消除以後是不是就沒了呀 沒了是不是就是政府不管它嘛 所以應該表示沒了 所以答案應該選E啊 那整個這句話應該就說的是 因為主要的利益集團 他們能夠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 照顧好自己 所以說 他們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 就能獲益最多 照顧好自己 這是我們的24題 好 我們來看25題 25題它說 做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這件事情呢應該是區分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呢應該是 有魅力的人呢 他會去空格去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是 有魅力的人呢 他們會為了一些效果 而仔細刻意去設計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題我們的方針等號 是這樣一個結構叫 Distinguish between A and B 就是把A和B做區分 那A應該是我們的這個部分 那B應該是我們的這個部分 那A和B這兩個部分 應該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把它做區別嘛 做區別證明它倆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你看到B裡面的強詞 叫carefully contrived 叫做精心設計過的 那把精心設計和我們的空格連到一起 上面打一個負號 這個負號跟我們的Distinguish 勾到一起 所以空格應該填的是 自然而然的 沒有刻意去做的一些東西 看哪個表示自然而然的 A呢表示正式的 B呢公開的 C選項多產的 E選項故意的 答案應該選擇是我們的their spontaneous這個詞 他的意思表示說 自然而然的 不刻意的 那這個應該跟我們的carefully contrived 應該就形成鮮明對比了 所以這題的話答案就選的是their 那句話什麼意思啊 他說我們做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區分的是 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 他做這個事啊 到底他是自然而然的 下意識的 真情流露的去做這個事 還是呢他為了獲得一些效果呀 他刻意去做出來這個事情 就是領導人做了一個行為 那這個行為呢 他到底是自然發生的 還是他刻意去做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一般很難區分的 那這個題裡面最關鍵 我們要掌握的點 應該就是這個結構 叫distinguish between a and b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的方針等號 除了一些連詞以外 還有很多動詞的結構 也可以做我們的方針等號 比如說我們來寫幾個 像balance a with b 把a和b做權衡 那a和b它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有矛盾的吧 因為你要平衡它倆嘛 所以它倆應該是有矛盾 再比如說有這樣的結構 reconcile reconcile a with b 那a和b應該也是有矛盾的 所以說它倆也是要做調和要做權衡的 再比如說什麼different differential between a and b 把a和b做區別 那應該也說的是 a和b應該是相不同的嘛 所以說是不同 所以應該還是要取反 所以像這種結構 動詞的小結構 它應該也有這種取反的意味在裡面 這個是在我們這道題裡面 特別特別希望大家去掌握的 好這是我們的25題 好這是我們的25題 就是我們要買的 謝謝你 那我來幫你 我們才能買的 我們會選擇 這裡